就外交是一体的 如果这个蓬佩奥去不了欧洲 我认为克拉福特 也来不了台湾 这是一致的 那我刚刚特别看了 那个BBC的中文网 特别强调 这一次他们取消 这个克拉福特 还有这个蓬佩奥赴欧洲的行程 主要是要确保什么 政权的交接平稳 那这个是合理的 一个要即将政权交替的 这个川普政府 尤其是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 甚至这个驻联合大使 克拉福特来台湾等等 这样的出访坦白讲 真的很怪 对 真的很怪 我说真的 我必须要说 就国民党立场 美国的政要要来台湾 尤其层级越高 对 我们当然欢迎 部分党派应该都很欢迎 如果未来 未来拜登总统有机会来 我们也是举双辩议 对 这个对于台美 这个关系的升温 增进是有帮助的 只是重点 就是说 克拉福特来台湾 本来他打算今天来 这个时间假设来 他距离他要下台的时间 有多长 只剩下一个礼拜 那我们就要问 他又代表美国政府 可是他又没有任何的权利 跟台湾建立任何实质 有效的关系 比如说你想想看 他可以跟台湾签约吗 签什么国际协定吗 你讲签约 我觉得很敏感 因为听说他这个是煤矿大亨的老太太 我怕大家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火力发电是不是缺了一些干净的煤 对对对 大家有媒体有去挖住他的背景 看起来他们家族是做这个煤矿业的大亨 而且他也是川普总统这个选举时候的大金主 重要的金主 对 那但是我坦白讲这个阴谋论我就先不谈 我要讲的就是说 凯利·奎夫特来 他最大的矛盾就是说 你又代表现任政府 可是你又没有又没有任何实质的权利 而且你又要交接了 那换言之 这个就是形式来访 就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而且会不会造成美中台三方 尤其是下一任政府 就是拜登即将他们要掌权了 那如果他这次来 会不会造成拜登 反而跟未来台湾的 或中华民国的关系 会有一些变数 我就说你现在来 你跟他很好 请问拜登政府 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我认为很多外界 包含这个之前的美国 AIT的这个处长杨淑蒂都讲了 他说在一个颇角的政府 派了一个高官来台湾访问 这个时机是非常非常奇怪 非常怪异 而且对于未来的这个美台关系 是没有任何帮助 甚至会是一些冲击的 那我意思说连美国过去对台 是很友善杨淑蒂都提出这样质疑 结果国民党包含我小弟 在脸书也提出这样质疑 你们反美啊 你们这些都反美分子 不仅反美还轻忠 然后呢 大家也知道 这两天那个民进党副秘书长 林鹤明跟我比赞 那我亏他说 我说你是不是不像民进党的副秘 你像什么 你像Craft的小秘书 对小秘 结果他就反馈我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法也是很拙劣 很低等 为什么 他直接就扣我帽子 他说我是什么 我像是中国的小秘 对那我坦白这件事 小孩子吵架了 你说我什么 我像你什么这样子 但是贺明兄对我这样指教 我接受 我真的虚心也接受 如果你讲的中国指的是 庞佩奥所谓的自由的中国 也就是中华民国 那OK 不要说小秘 当小秘书 小螺丝 当小咖小编 我都愿意甘之如鱼 小折子 小折子 所以说你 所以说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抹红我 或者说抹红这些 对于这件事情 有些质疑人 完全没有意义 而且最后证明Craft没有 不来了 而且我知道许府 接下来就要讲到 我们民进党立委 陈廷飞今天的治理名言 对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我们刚才前面讲说 很多人都有特殊的管道 特殊的讯息 知道一些特殊的事情 像你看外交部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来吧 我不知道 反正他只能讲说 理解尊重万席 行政院说 尊重美国政府决定 未来还是欢迎 美国的官员 在适当的时机访台 然后呢 民进党政府 有一个涉外高层说 美方突然片面取消访问 显示出台美关系 发展主动权不在台湾 全在美方那边 但他们都是错的 因为消息权威管道 陈廷飞讲说是谁 是国民党 因为美国在意的是国民党 是因为你们国民党 就叫我不要来 所以我就不来了 賓格 这国民党是怎么办 賓格 賓格 他直接只叫我们国民党 我国民党先回 另一国民党 第一个 这是国民党 这个是鬼扯 瞎扯 这个完全是显示 他对于外交知识的低落 坦白讲 Craft不来 跟国民党有关吗 那请问难道国民党可以控制 蓬佩奥不去欧洲吗 换言 这是你们的阴谋 都是我阴谋 指挥蓬佩奥不去欧洲 所以我就短短回啦 陈廷飞委员 那请问我们这个飞机啊 停飞啊 是不是你搞的 因为你叫陈廷飞 可以这样扯吗 你很冷 是不是 你站在很冷 所以 国民在说停飞哪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凸显 就是说这事情荒谬啦 这件事情跟国民党 什么关系 国民党没有办法去控制 谁来或不来 而且现在执政的是你们 他现在要国民党负最大责任 我不知道怎么负啦 国民党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我坦白讲 应该也不会轮落到 被在野党 所以我拜托陈廷 这个就是标准的转移焦点 顺便怎么样 把这个不来 坦白讲这也没有什么 责不责任的问题 可是他就要借这个事情 再来修理国民党 甚至是抹红国民党 然后再去离间 国民党跟美方的关系 是啦 那个兵哥 是不是这个锦囊 已经开到了第二个 第一个是阿贡的阴谋嘛 今天要开到第二个锦囊 出来了 我跟你讲 指责我要完全反对 你刚刚讲的话 为什么你知道 陈廷飞委员 我现在严重怀疑 他是不是国民党卧底 他根本在力捧你们国民党 是啊 真的是把你们捧的 现在讲起来 等于说 我跟你讲 整个中华民国的外交 现在掌握在谁手上 掌握在国民党手上 国民党要我们的外交好就好 可能之前那个阿杂 什么都是你们国民党安排来的 所以现在你们国民党 突然不爽 克拉夫特就来不了 大概是这样 不然的话 怎么去解释你们谁死 可以叫克拉夫特 不要来也不要来 那你们国民党 甚至权力大到怎么样 可以影响欧盟 因为欧盟拒绝了蓬佩奥 叫他你不要来了 这个偷偷不来了 你当然大使不用来了 卢森堡也不要来了 对 你看哇塞 国民党连欧盟这些国家 都乖乖听话 我看大家下次你们还要投民进党吗 还不投国民党 你选择你们的选举政见里面 国民党已经快变世界霸主了 我们可以管联合国了 川普算哪根冲上的虚虚啊 对不对 那个国民党才最强了 陈廷飞说真的 我早就 你知道今天中午我跟我妈在失败的时候 我说克拉夫特不来了 那我妈说哇 那这样民党会怎么讲 我说民党很简单啊 就说国民党害了就好 就果然 这样陈廷飞就讲了 所以拜托 等一下我讲 陈廷飞是不是在你旁边吃饭 搞不好 他们一起吃饭 有听到 我教他的 我教他这样做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要找理由也找 你要签也要签得像一点嘛 其实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是个什么事情 从头到尾就是川普跟蓬佩奥两个 想要在走之前 想尽办法把事情闹大 我们讲了好几天了 那他就故意呢 反正这个 克拉夫特也是个250 他也想要来毕业旅行 那他自己自告奋勇情因 那好啊你要来正好 我就故意要搅乱一直 春水 看你中国大陆怎么解决 可是问题是现在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会传出这么多奇怪的消息 甚至有这个专机什么飞出去 又飞回来这个消息 我告诉你 因为呢 包括蓬佩奥自己的行程 不是他自己不要去的 是国务院紧急喊刹车 叫你们全部都不要动了 接下来几天你全部给我回来办交接 你不要再动了 为什么 因为蓬佩奥这几天的言行 国务院内部很多人对他非常不爽 已经有点失控了 是 因为他们觉得你这样再下去 会危及到我们整个美国 在全世界的威望 还有未来拜登政府的交接 你知道怎么交接啊 你要难道真的要让拜登 一上台就面临到 你在整个国际 给他到处闯祸 惹一大堆烂摊子吗 所以这是国务院内部有人直接发难 告诉蓬佩奥你不能再这样干 克拉夫特你给我滚回来 你不能再出来了 我早就警告过蔡英文政府了 拜托全世界都知道川普现在是个神经病 是个疯子 所有人都跟他划清界限 然后呢 你看 连卢森堡这种小国都直接跟他讲 嘿你不要来 你美国国务卿很大我不要 我不要你不要来 他们都是中共同路人 因为你看郑玉鹏讲的嘛 为了讨好大陆 反对就是跟中共同路人的话 那这个卢森堡啦 或是这个北大公约啦 然后美国代表 俄罗斯等等 全部都叫他们不要来啊 如果照你这样讲 全世界都在吵吵中午大陆 那中午大陆就世界霸主 我们还在干什么 我们还在抵挡世界潮流吗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 我跟你讲 光是郑玉鹏开头第一句话都不对 什么叫我们身为地主之一 就一定要携带 这个客人 是国民党说要邀请的吗 他是 不请自来的人 是克拉夫特自己说要来的 我们连 包括民进党都没有邀请他 他自己说要来的人 结果你居然说我们是地主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当这个地主 花的是我们纳税人钱 台湾人民有告诉你我们欢迎他来吗 而且你欢迎这样一个 根本是川普的走狗 然后来一个交际花 来到处骗钱的一个人 你到底欢迎这个人来 到底要干什么 而且这个人 很显然 他不但对台湾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而且主要给台湾带来一个很明显 立即的祸害 就是得罪拜登政府 这种人本来就不应该要来 所以我早就跟蔡英文政府 你应该怎么样 就说现在防疫期间 疫情很严重啊 你下次你卸任之后你要来 我们随时接待随时欢迎 那现在防疫期间为了大家安全 还是不要来就好 就蔡英文政府不讲 还硬要在那边说 我们结晨欢迎 14号总统普见 好啦 现在人家不来啦 自己找得糗 对 这也蛮糗的 整个糗就是自己找的嘛 你看人家卢森堡都知道怎么做 欧盟都知道怎么做 这个时候谁跟川普在那里 谁倒霉 就是你们这里 神经病250 喜欢跟川普在一起 现在自己找丢脸了吧 我跟你讲 自己丢脸自己卡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情会更强大